今天的上海不断刷新各方面的高度 我是一个见证者 这三年以后过屋续布了普通开发开发 我就到个地方就拍了个张照片 现在防华的陆家嘴见证三十而立的浦东辉煌 浦东也将加快推进高水平的改革开放 相信更加多的四点政策重大改革也会落地实施 让百姓获益 浦东的未来值得我们的期待 1999年我拍了个张照片 各人我上海高楼落骚 你看看今天的上海高楼林立 他们拔高了上海的天际线 这座城市在无数人的努力奋斗下 不断刷新着自己各方面的高度 1999年到我公司在国际上 这座城市在1990年 在第一方地价在法院 香港위azon坚 关系 县 process 上海公司在1993年 上天入地 上海轨道交通网络 在深层地下已经四通八达 它最初的起点就在许家汇 最近 14号线 18号线一期北端正式开通 上海地铁线路增加到20条 运行的总里程达到了831公里 继续保持世界第一 城市面貌聚变之时 老百姓的日子也越来越红河 物质不断更迭 速度越来越快 这三年里头 各人各地方叫西斯巴湖 随着上海开发开放以后 老婆新的生活使命 大部分都提高 没感觉我们现在已经有 第一期了 各个年 更加厉害 现在我们已经研究成第一期 这四年 两个恶质女 Nobody would do 你这个上海的有女商店 那么更加厉害 进行有女商店 就需要有一五次了 另一个是用戴外国 第三季女的上海的古典丝丝丝就找好了 因为那个护士丝 怪太体里像 coloca片里面没什么 为各式的女激青姑娘们打赖的获利 如今这里已经变成了年轻的中心 市场环境的变化 使商业模式不断迭代 时尚潮牌 艺术体验 沉浸式互动 很多新的玩法 孕育出新的获利 14年期沉浸的沉浸的 municipal 居住的沉浸的历史 尚潮牌上海刚刚开放开放 饮进了大量的有些艺术 因为艺术的航天经历 以那个生活方式打击了让 他也不可舅上海非常小 方式学出 尚浸浸的历史 这三十一轮 这一轮 各人逛我某路 两万别后可以公交错 三十年后 百年南京路依然峰制错越 引领着消费风尚 2020年 南京路步行街东拓后 和外滩实际无缝连接 不断提升商业能计 在这条可以阅读的历史街区里 一个个新地标 闪亮登场 开启了新的能量场 和这座城市一起奔向未来